Hello,大家好,我是宁臻律师 前阵子呢,YouTube的Jourman在网络上发表了一支影片 说遭到这个华康字行,也就是魏丰书卫公司呢 要求收取授权费的问题 那这影片一出来,马上就是在YouTube界 甚至是整个网络界丢下了一颗震撼蛋 大家才突然发现到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诶,原来这个字行呢,它是受到著作权的保障的 那你使用字行的来源必须要是正版的 那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使用者付费嘛,所以你可能需要支付一些费用 或者是使用正版的字行的软体 那这一点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第二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据说呢,有人是使用微软内建的标台体及型性命体 也被魏丰书卫公司呢,要求要收取授权费 这样子一来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微软内建的这个标台体跟型性命体 它并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吗? 或者是虽然有合法授权 可是你只能做个人的使用 而不能够使用在商业用途上面呢? 好,那针对这些问题 很多YouTuber或者是网络评论者 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跟引起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讨论到后来呢,甚至有人就直接建议 以后都买Mac电脑就好了 因为Mac内建的任何字型呢 都可以拿来做商业上使用 而不用担心被收取授权费的问题 但是过没多久呢 9面又发表了另外一支影片 说原来是他要误会了 微软数位公司呢,并没有要针对标台体 跟型性命体的使用者收费 而且公司也承诺未来也不会对这两个字型的使用者 无论你是做商业上使用或者是个人使用 再收取任何费用 那这影片出来以后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那世界好像也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但是这整件事情呢 一直让我有个疑惑 虽然微软数位公司呢 承诺不会对标开体跟性性命体 再收取任何费用 但是其他字型呢 如果我今天买了一套合法的字型的软体 把它使用在我个人的作品上面 比如说是漫画好了 之后呢,我把这个漫画呢 放到我个人的IG 免费供大家观看 可是后来这个作品大受欢迎 那慢慢的也有一些广告收入进来 那我原本可以合法使用的字型呢 就因为变成了有商业上的利益 而不能够合法使用了 这样子合理吗? 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呢 是因为字型的著作权 跟一般大家所认知的著作权 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哦 电脑字型在著作权法上面 是称之为字型绘画 也就是它除了是文字以外呢 它还必须要具有绘画所具备的 原创性、创意性跟艺术性 如果是直接从古人的书法 譬如说直接从松茴宗的书法上面 把它的文字截取下来变成字型的话 因为不具有原创性 所以也不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虽然字型的创作呢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哦 可是因为文字的本身呢 它是负担着知识的传承 以及资讯的流通 这样子的重者大任哦 所以为了要让创作者的著作权 以及社会资讯流通 这两者之间呢 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哦 依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字型的著作权呢 是指限于 具有原创性跟创意性的整组字群 而不急于个别文字的使用哦 以白话文来说哦 就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呢 是整组字群 而不是字型里面的个别文字 因此也只有整组字群 遭受侵害的时候 比如说违法下载整个字型软体啊 或者是将字型软体 倒烤成光碟等等 这样子才会有 侵害著作权的问题发生 如果是使用字群里面的 个别文字的话呢 因为它根本不在 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内 所以也根本不会有 侵害著作权的问题哦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概念 对一般人而言 可能是真的有点困难 所以呢 智慧产举呢特别发了两封函事 来说明这个概念哦 在104年的1月15号的时候 智慧产举特别说明哦 因为文字呢 它具有知识传达跟沟通 这样子的功能 如果限制字型软体中 各别文字输出方式的使用 将不利于知识的传播 因此呢 除了专门将整组字型重制以外 得以社会通常方式利用之 而智慧产举在104年7月22号的韩式里面哦 更进一步举例说明哦 就算把电脑字型呢 输出作为logo或者是商标使用 因为各别字型的使用 根本就不在 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内 所以也不会有违反著作权法的问题哦 简单的用白话文来讲哦 就是只要你取的字型的来源是合法的 无论是电脑软体内建的 或者是你另外付费购买的 你的使用字型的方式 就一定是合法的 所以呢 今天无论你是学生 你要写报告啦 或者是你是设计师 要设计商业海报使用 或者是你是订阅百万的YouTuber 要去做影片使用 这些都不会有违反著作权法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最近这个字型的风波 所有网路上的评论文章啊 或者是YouTuber文章 都一再警告大家哦 如果要做商业上使用的话 就一定要买商业型的字型哦 否则就会有侵权的问题 那我也查了一下 目前市面上哦 各家这个字型软体的授权方式 的确他们都是有区分 商用版以及个人版的哦 搞得我都有一点怀疑我自己的解读了 所以呢为了可以确实厘清这个问题哦 我也特地写了一封函去请教智慧产局 希望智慧产局可以给我一些解答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否是只要合法取得电脑自行的授权 无论消费者所输出的电脑自行是个人使用 或者是商业上使用 都不会有违反作权法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既然不会有作权侵权的问题 那么厂商对于电脑自行的授权方式 所以希望等智慧产局回函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智慧产局的说法 那就请大家再期待接下来的节目 我是银正律师 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律师说真话的youtube频道哦 我们下礼拜见拜拜